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二以5比4的微弱优势 决定维持川普政府的旅行禁令 川普总统称这是一项重大的胜利 与此同时贸易与关税问题带来的影响还在继续 详细情况请记者卡拉来介绍卡拉 好的林森 我们知道旅行禁令是川普总统最具争议的一项政策之一了 那么从去年的9月发布的旅行禁令之前 川普总统之前发布的另外两个行政令 是被联邦法院阻止了 那么今天的最高法院的裁决裁定说 总统根据美国的移民法 有权以国家安全为理由 限制从外国到美国来的旅行 所以判决维持旅行禁令 那么随后川普总统也表示说 这是美国人民和美国宪法的一项重大胜利 我们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今天最高法院的裁决是一项巨大的成功 是美国人民和宪法的重大胜利 这是我们宪法的伟大胜利 我们必须强硬 我们必须保证安全可靠 至少我们必须保证审查进入美国的人 我们要知道谁进来了 从哪里来 我们必须知道进来的是什么人 那么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 川普总统也是继续为选举中的共和党人来拉票 他在周一晚间是出席了南卡罗莱纳州 共和党州长迈克马斯特的竞选集会 在集会上他谈到了贸易和关税的问题 那么中国和欧盟的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也是继续成为川普总统打击的对象 下面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集会上的情况 在批评了加拿大和欧盟所谓的不公平贸易手段后 川普的矛头瞄准了中国 他甚至说在朝核问题上 可能会失去中国对美国的支持 最多的当然是中国 中国制造到处都是 至少3750亿美元 我们建造了中国 我真的很喜欢习近平主席 但我们建造了中国 他们的确在朝鲜边界帮了我们的忙 他们以后可能不再帮我们了 那很可惜 那真的很不好 我一直尽量客气相待 尽量延长善意 但我们必须保持一定的平衡 不一定非要完美 但要得到一定的公平 川普在支持共和党籍州长亨利·麦克马斯特 竞选连任的集会上发表了上述讲话 南卡州的共和党人 星期二举行党内决选 选情激烈 那么在贸易方面 在美国国内 这个美国的老牌摩托车制造商 哈雷·戴维森 是在周一宣布 将会把美国的生产线来转移到海外 那么这也是为了因应欧盟 对美国的32亿美元的商品来加征关税 作为对美国的这个钢铝关税的报复 那么川普总统此前 还在白宫接待过哈雷·戴维森公司的高管 那么当时这家公司 还是作为这个美国制造的一个代表的企业 那么川普总统呢 对这个哈雷·戴维森的决定也是表示了意外 他星期二在他的个人的推特上说 哈雷·戴维森摩托车永远不应该在外国生产 永远不应该 他们的雇员和客户已经对此感到很愤怒 如果他们牵纸看着吧 那将是终结的开始 他们投降了放弃了 他们的光环会消失 他们将面临前所未有的重税 那么哈雷·戴维森呢 去年是向欧洲销售了4万辆摩托车 相当于这个年总销量的六分之一 那么哈雷·戴维森转移生产线 会造成多少美国工作机会的流失呢 现在还不得而知 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情况 林森 好 谢谢卡拉 这是记者卡拉的